土豪哥朱家龙105年底在W饭店开毒趴 造成郭姓女魔身亡 遭判刑两年十个月 原本应该在今年6月13号出狱的她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 获得缩刑 在7号上午出狱 土豪哥朱家龙民国105年 在北市W饭店包访半毒趴 导致一名郭姓小魔 混用多种毒品丧命 一二省被判十年徒刑 其他嫌犯 酒店经济 洪盛宴十年六个月 要投蔡一学十年 更省期间土豪哥与郭家和解 朱家龙赔郭富六百万 蔡一学洪盛宴两人各赔一百多万元 更一省最后认定郭女士本身 长期使用PMA毒品至此 而更一省宣判 朱家龙改判两年十个月 洪盛宴和蔡一学则都是两年六个月 被害人在案发前四个月 有持续不间断的使用PMA的情形 其他当天在场的对象 经过采集尿液及头发 都没有剪出PMA的成分 因此无法认定 被告朱家龙等人 有转让PMA的毒物给被害人使用 土豪哥去年十月入间服刑 扣除之前积压七百八十五天 最后只需再服刑八个月就可出狱 但也因为表现良好提早六天出狱 记者黄家伟黄玉涵台北报道